人都不在了 卡已经不用了 我为什么要让他扣钱呢 对吧 还有就是我妈已经走了 你让他本人到这里来办 我觉得 这个是对我妈非常的不尊敬 说出来你都不敢相信 为去世的母亲 办理手机号注销业务 工作人员竟然要求本人到场 这可把老人的子女整懵了 已经过世的老人 怎么能本人到场呢 难不成还得从地下请上来吗 即便是拿出了老人去世的所有证明 工作人员近看都懒得看一眼 只是丢下轻飘飘的一句话 王八的屁股 规定 这可把吴女士气得不轻 且不说对逝者的尊重问题 就单单让去世的人再到场 就根本没办法办到 这究竟是工作人员死板 还是说压根不通人性呢 当时所有证件 什么火化症啊 死亡症啊 包括我们 我们是直系亲属 然后的那些身份证明啊 都给他了 他们看都不看 前段时间 吴家母亲因病离世 吴家兄妹觉得不能总沉浸在悲痛 便想将母亲的手机号注销了 原本以为就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可是到附近的营业厅去办理的时候 竟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对方表示 注销是不可能注销的 可以等里面的钱扣完了 然后等他自己自动注销 这种说法遭到了吴先生的拒绝 就是说 我说亲人就是他们已经走了 如果这个卡在的话 他就会 想起一些不好的事情 然后我就说想 叫消后 就在吴先生在窗口办理的时候 发生了让吴先生意外的事情 当时工作人员给了吴先生一张表 表示需要吴先生先签署一份授权声明 可就在吴先生签字的时候 工作人员突然说无法办理 而给出的理由也让吴先生尤为气负 差点当场掀了桌子 你绝对没听说过这么不可理喻的事 魏黎是亲人办理手机号注销业务 工作人员尽坚持让逝者本人来办理 即便是提供了所有手续都不行 这可把吴先生整懵了 没想到更懵的还在后面 吴女士得知此事后 多次打电话跟客服联系 不知道双方是不是商量好的 敬一口同声地表示 必须本人到场签字 不然的话根本没办法办理 气得吴先生都想抱着骨灰盒去办理业务 非常的离谱 就现在已经他们推来推去 移动那边都给我打了两次电话 都是说让我去跟这边沟通 都说要本人 对方的态度让吴女士接受不了 觉得对方根本就是在侮辱自己去世的母亲 无奈之下 只能跟随记者一起一探究竟 面对记者的询问 对方根本不接着查 只是说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需要进一步查着 如果是你的话 听了这种话会怎么想 这不摆明了想推逃责任吗 随后吴女士跟记者 在营业厅等了一个多小时 期间工作人员查看了当时的录像 说里面全是误会 工作人员解释称 预付费的号码必须要本人办理 即便吴先生百般解释 说自己之前提供过死亡证明 工作人员依旧不为所动 甚至将责任一股脑推给了吴先生 表示当初吴先生并没有解释清楚 人都不在了 卡已经不用了 我为什么要让他扣钱呢 对吧 还有就是我妈已经走了 你让他本人到他们到这里来办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妈非常的不尊敬 为去世的亲人办理销户业务 工作人员竟然要求本人到场 你觉得这够不够奇葩 即便是提供了所有的证件 就差将骨灰盒带到现场了 对方依旧不为所动 这样的态度让吴女士无法接受 觉得对方就是故意刁难 令吴女士意想不到的是 当自己带着记者前去讨要说法的时候 对方的态度进来了一个大反转 不仅查看了当时的录像 还详细地做了解释 工作人员觉得 虽然吴先生在大厅说明了情况 但是在实际办理的时候 没有再跟工作人员解释一遍 所以工作人员并不了解真实情况 一直要求本人前来办理是没有问题的 毕竟这是规定 能出现这种误会 其实就是吴先生自己没做好 跟营业厅没有任何关系 虽然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吴先生为王母办理了销户手续 但是吴家人觉得 营业厅的处理方式有问题 应该给自己道歉 面对吴女士的说法 工作人员并不能接受 表示就是吴先生没有说清楚 导致办理业务的人员理解错 对此你觉得究竟是不是 吴先生的问题呢 欢迎评论去讨论 谢谢观看